如果春节的底色是中国红 那么在习庆的节日里 用这款阳春白雪的蛋糕招待亲友 就显得非常提气 吃起来也是口感清爽不腻 淡奶油的浓厚乳香 搭配蛋糕体的清爽 有一点Q弹 我用了白色草莓做点缀 你可以用青蹄切半放在上面 我觉得也很好看 蹄子香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这个蛋糕最重要的 就是先做一个天使蛋糕胚子 在做蛋糕之前 一定要记得预热烤箱 要想让蛋糕底部雪白 它就不能明火直接烤 找个烤盘浅浅的先倒一层水进去 水就在烤盘里浅浅一层就行了 不要倒太多 不然蛋糕容易湿 这蛋糕做起来没什么难度 无非就是把蛋白霜打好 喝六个蛋 不要蛋黄 只取蛋清 分成两个容器来装 一个做蛋白面糊用 另一个打蛋白霜用 先来调面糊 把打发用的这个蛋白 放冷藏备用 其实做过蛋糕的朋友都知道 戚风蛋糕无非就是一个面糊 另一个是支撑膨胀的蛋白霜 一般的蛋糕面糊是用蛋黄来制作的 那么天使蛋糕的面糊主要来源 它就是蛋白了 蛋白有一定的浓稠度 先加入柠檬汁 牛奶 植物油 把这些食材倒进来之后 先用手动蛋抽 把液体搅拌到乳化的状态 也就是把这个蛋清完全的搅散 你可以发现 这个液体已经全部搅匀了 并且有点发白 加入低筋粉 玉米淀粉 盐 搅拌成比较稀的糊状 提起打蛋头 面糊会顺利的流下来 形成一个缓慢消失的纹路 就要这种有流动性的面糊的状态 打蛋白先挤三四滴的柠檬汁 柠檬汁可以帮助蛋白稳定 对于新手来说 细砂糖最好是分三次来加 你才能清楚的准确的判断这个面糊 蛋白打到粗泡沫的时候 加入三分之一的细砂糖 在蛋白变得稍微有一点细腻之后 加入另外三分之一的细砂糖 我们还有最后三分之一的细砂糖 你可以稍微添加一点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可以帮助稳定你的蛋白霜 不会让它出水或者是消泡 最后一次把细砂糖和玉米淀粉倒入以后 开慢速 一直把蛋白打到硬性发泡 那么天使蛋糕这个蛋白霜呢 我建议你一定要打得硬一点 不要太稀也不要太软 接着挖一勺蛋白霜到这个蛋白壶里 慢慢的去搅拌 做天使蛋糕可以用手动蛋抽来混合 首先呢我们这个蛋白壶也是白色的 其次呢就是这个蛋白霜比较硬 用手动蛋抽呢混合的会比较均匀一些 但是不要持续的画圈 你可以像刮刀一样 用这个蛋抽呢去翻拌这个面糊 直到你把蛋白霜全部的拌进去 你可以分三次把蛋白霜加进来 也可以分两次 因为蛋白霜加了玉米淀粉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消泡 只要快速的把它们混合 最后呢倒进这个六寸的模具里 天使蛋糕的这个面糊呢 是比较有弹性的 也比较硬挺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拿筷子啊 转圈给它画几圈 让其中的面糊呢 更加贴合这个模具 不会导致里边有大的空洞 这个蛋糕你震几下气孔基本上是出不来的 你只能拿筷子或者竹签去搅拌 然后放进烤箱里 上火150下火160 烘烤大概40到50分钟 烤好以后倒扣放凉 这里放凉之后再来脱模 你可以用手动脱模 一定要彻底的凉透再去脱模啊 如果还有温热的状态的话 你现在手按压这个蛋糕 它可能会 就会按压出一个指纹 不回弹了 放凉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非常的有弹性 蛋糕因为是蛋白做的 所以口感很清爽 非常的绵密 并且是Q弹的感觉 和普通的蛋糕还真是有一点不同 颜色也很好看 我觉得在春节的时候 如果家里做什么菜 需要用到很多蛋黄的时候啊 这个蛋白就可以拿来做这个蛋糕 试试一下吧 成品很惊艳 艾特维莎尼做面包焦豆叶 下期见拜拜